中国体育代表团从国际雨联获悉 中国羽毛球运动员余洋王小李 在7月31号的女双小组赛当中消极比赛 对国际雨联取消了比赛资格 中国体育代表团对这一处罚决定表示充分的尊重 余洋王小李赛场上面的这种行为 违背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和体育公平竞争的精神 中国体育代表团对此感到痛心 并坚决的反对严厉批评这种行为 中国奥委会历来反对任何人 任何队伍任何形式违反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的做法 目前的代表团正在对有关的人员进行调查 将会根据调查的结果做出相应的处罚 同时强调各个参赛队伍要继续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维护奥林匹克的宗旨 维护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荣誉 为伦断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做出贡献